区别对待 人民日报点评江文邪不压正 网友好敷衍的点评江文的新电影邪不压正 也日如期与观众们见面了 而江文近年来的电影口碑也是相当不错 这也让他的新片邪不压正 在还没上映时就受到了观众们的瞩目 而这部电影一经上映 首日票房也是突破到了一亿 可以说是相当不错的 可在不少的观众却表示 在看完邪不压正这部电影后 感觉完全都没看懂这部电影 不过这也是江文电影的一贯套路了 邪不压正也是江文准备四年才拍出的电影 可以说邪不压正是经过了 江文的多次打摩才上映的电影 而对于邪不压正上映后的表现 人民日报也是照常对邪不压正这部电影进行了点评 不过和以往点评不同的是 这次人民日报对于邪不压正的点评却相当的简短 仅有三字还不错 网友们也是表示 这次的人民日报的点评 感觉好敷衍哦 太不走心了吧 这究竟是好评还是差评呢 要知道对于我不是要神的点评 可是满满的夸赖之词 而到了邪不压正这就成了三个字了 用得着这么区别对待吗 不知道小伙伴们 你们怎么看人民日报 这与邪不压正的点评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 与小编一起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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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